那月28 舅舅家晚饭 舅妈正在帮白斩鸡炖水 要做好白切鸡 除了水温和火候 炖水也很重要 炖水就是每隔几分钟 要将鸡提出水面 让内腔的水漏光 再进入热水中 让热水进入腔内 以达到内外受热均匀的效果 就不会加深 这是野生黑换 也就是青鱼 长剑和姜片一起煎一下 加水简单焖就很好吃 焖的时间长一点会更加好 黑换大概是 13-14块钱一斤吧 驴肉炒西芹 越式的炒驴肉片 本来是我比较擅长的 但好久没有做饭 手势很生酥 效果就勉勉强强了 快要过年 此时起一直到正月十五 湛江地区进入天天吃鸡 大吉大利的时段 每天骑马一只鸡 网友们看见都表示羡慕 宝宝心里苦 就愿让天下的小孩做命 就愿让天下的小孩做命